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这里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的产品可以在我们六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如果听众想购买今集袁医生所提及的产品 可以打去六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又或者可以浏览六创意健康店的网址 www.healthshop.com.hk 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先生 你好 Della好 大家好 袁先生 想有个问题 请教你们都帮我们的听众想知道更多 一般如果我们有时候有些伤口 譬如我们整夜戒掉或者跌倒 正确在自然医疗上 我们的处理方法应该如何 以前我们小时候 妈妈就去找一些红油水 有时候有些又找一些不知什么水 那些东西 酥油我都看过 对了 煮菜烂掉 煮菜烂掉的东西 用些酥油 什么东西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都出现了一些 经常都会说 哎呀 待会那个伤口又会感染了 那些东西越搞越大 那些东西越搞越麻烦 其实应该在处理伤口的 应该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怎么样 我相信没有什么家庭 没经历过要处理伤口的情况 一定很难避免的了 铁针、十分底、很大人都会这样的 那当然了 就是当我们弄伤了之后呢 又出现了一个伤口 第一件事是清伤口 大家都知道了 清洗这个伤口 当我们清伤口的时候呢 最主要是看看有没有那些沙迷 有没有那些刺、木刺 或者甚至乎小的玻璃都会进去 所以你清伤的时候呢 就要看清楚一点 冲得好一点 清洗了这些污脏的东西之后呢 最后呢 我们都会用一些金盏花 滴在一些干净的室温水里面 来到最后一栋清洗的 当然再加保障一点 很多人就会噴一噴那些胶性银 是 因为胶性银可以消毒啊 这个就清了之后 第二个步骤呢 当然呢就要包扎啦 包纱布盖住它啦 通常呢都是要小心呢 就包纱的过程呢就 不要将那些空气呢 就是困了下去 就是干净的 还有呢 那就是要虾子的 尽量呢 就把它们加哦 有些人會加一些棉花塊 放在沙布下面 棉花可以引出什麼呢? 引出金棧花的釘劑 最重要的是 沙布盡量把傷口拌勻 來包紮它 但如果發現我們的傷口不停流血 做了第二個步驟之後 仍然是很厲害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當然最簡單就是 加壓力 沙布加口一點 或者用手按住傷口 盡量令它停止流血 如果萬一情況還是一樣 我會用另一個同類療法的 常用的止血草藥 英文叫做 Trillium Pendulum 在英文叫做Beth root 我們翻譯就是 背絲根 Beth root Beth root Trillium T-R-L-R-U-M Bendulum B-E-N-D-U-L-U-M 這是一種草藥 我過去很多時候用的 女性出現血崩 很嚴重 血崩到貧血 要輸血 在這個情況下 我都會採用療劑 這個療劑也可以在這個情況下 是外敷地加進去的 好了 當那個傷口 或者縫合了之後 我還有些什麼可以做呢 我們可以在那個 那個傷口的療劑那裡 塗一些向日葵油 Sunflower Oil OK 有時候呢 有些人呢 會用一些 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 生金車 但如果那個 那個傷口 還是 就是 那些皮還沒有 互合 那生金車 有時候有點難的 是 所以我們都會用那個 有些人會用那個 向日葵的油 Sunflower Oil 那向日葵油很普通的 很多地方 很多健康的地方 食油買得到的 那也都可以用那個 金棧花 那個 Cream 或者Ointment 那種一種 一種一種消毒的 殺菌的 那當然啦 如果你發現呢 那個傷口真的很深的時候 那 我們呢 就可能 真的要用手術處理它 就是要亂針 亂針 是的 就是要戒得深 或者覺得深的時候 這個都是 都是一定要那個 亂針才 那些方面都需要的 但是外科員的時候 其實剛才所說的那些 金棧花 這個 那個 新花Oil 這些我們都可以用 是在傷口上面的 沒錯 沒錯 就是你除了 傷口外科 要處理 處理了之後 但你同時呢 可以用同量療劑 去幫助那個傷口 埋得更好 更乾淨的 當然啦 最主要呢 都不要忘記 就是金棧花 Galandula OK 那可能呢 你將那些釘劑 20滴 劑1盎司裏面 是當為一種清洗傷口的 OK 那這個是基本的東西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譬如你的傷口 是屬於一種的 撕裂的 就是 好像你 鐵絲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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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東西 有時候可能鐵絲網 都不會刮到你 是 那你的傷口呢 就是一種 就是一種 施裂的型 就是爛爛的 就是爛爛的 就是不是很乾乾淨淨的 那就是一刮都裂開了 那我們就會 就會用一個療劑 就是那個金絲圖 金絲圖 Hypericum 那是釘劑 通常我們讀創意 就是有一個噴劑 那如果你也有時候呢 你的傷口呢 是屬於一種刺村性的 Puncher wound 刺穿了之後呢 還有一些痛的 神經痛得很厲害 尤其是你的手指啊 刺身啊 哇很痛很痛的 那你的療劑呢 就是金絲圖了 Hypericum OK 那但是都忘記了 就是很多 我們以前 小時候呢 很流行呢 就用那些 洗傷口 用紅藥水的 但是現在的 近年發現呢 其實那些紅藥水 因為它有水銀的 是很毒的 其實呢 是令到那個傷口呢 癒合更加困難 更加耐的 雖然那些 就是那些 那些紅藥水可以幫你消毒 但是它本身有毒呢 令到你的那個 傷口的肉呢 是被它破壞了的 那所以我們都不用這個了 那但是還有什麼可以用呢 我們會用一些 癫酒 OK Irodite Nason Irodite 那些很簡單的癫酒來的 還有呢 如果有時候呢 你的那個傷口呢 可能是被那些 那些 那些 子彈射傷 那現在很多的 小孩子都要玩那些 BB彈 那些 那些槍 那些射傷 或者是被那些 昆蟲咬傷 或者是被那些 蛇咬 那些 都是可以用這個 癫酒 去做 就是早期的 消毒處理 是 好了 那如果你發現 你那個是一種 是 真是刺傷的 就是 就是一種 我們叫 stabbing wound puncher wound 那如果那個症狀呢 那很多人呢 有時候呢 有時候呢 就是 不小心踩到一個釘啊 那怕著說這個釘 可能會不會有 生秀啊 生秀啊 會不會有些 破傷菌啊 那些問題呢 那有些時候 我們就會 就用一個癫劑 叫做Lidum Lidum 叫做 渡香 渡香 用它幾天 就是防止那個 會破傷風 那這個情況之下呢 我們可能會用一些 啊 劑量高一點的 是 譬如用200C Lidum Lidum 就每天用一劑 用它三天 就是預防呢 萬一呢 你可能會有破傷風 這個問題了 好了 那當然呢 還有一些其他之下呢 有些人呢 會用一些 就是一種 浴桂油 浴桂油都不是那樣有的 但發現呢 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 殺菌的工具 那也有些人呢 就用來清洗陰道 那甚至乎 有些人說呢 如果是用這個浴桂油呢 是可以當作一種避孕作用的 OK 但基本上呢 用來清洗那個傷口 好 好 那另外一個情況呢 亦都是對一些 那種,那種傷口呢 是那種 那種 刀割 的 好清晰 手術刀割 那種這樣的傷口 一般尖銳的刀割 那我們另外一個療劑 就是那個飞染草 Safasagria 那這些療劑呢 都可以用200C的 OK Safasagria 好了 还有一个最后跟大家介绍 如果有些人是因为枪伤的伤口 我有一个疗剂叫Wiesbaden Wiesbaden 这是同学疗法过去的 经常会采用这些疗剂 其实如果刚才袁医生介绍过 有些情况的伤口 其实我们在日常家居 或者我们都很容易会碰到 即是会遇到 家人都可能遇到这些情况之下 其实可以刚才提过一些疗剂 例如hypericum 金丝图 或者Nathanaudai 这些疗剂 其实全部可以在我们的陆创意健康店 有售 相信大家应该放在我们家 就会为一个开门口急救的用途 不要等到真的发生了问题的时候 才不知道什么时候去找这些东西 所以就算很简单一个伤口也好 我们懂得用一些天然的方法 去做一些及早的治疗 及早处理了它的时候 不要等到它们就可能演变了 如果成为一个有细菌感染的时候 那个情况更加严重的时候 才来到处理就更麻烦一点 还有你记住 我都说这些基本的家庭应该上备的 这些疗剂 记住疗剂是可以放很久的 可以放十年八年随时没问题的 所以你就不是一怕 放了之后浪费了会过期的 这些东西始终是紧急需要使用 家里有这些工具是很方便的 可以令到大家安心的 没错 我们都希望听到我们的观众 即是我们的听众 是真真正正在我们的每一集里面 可以得到一些日常生活上面 可以帮到大家 怎样去真是进入了一个健康快乐的人生 如果想大家了解多些 关于同类疗法的情况 你们可以留意我们 同类疗法的学校的网站 就是www.ahi.com.hk 我们时不时都会有些 课程的更新了上去 大家如果有兴趣想了解多些 同类疗法的 就可以留意一下网站的资料 今天多谢袁医生和我们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站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语力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了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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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